限制空间在火化光复香大进社区发展协会 在县政府以及台湾集保结算所企业的协助之下 将废弃老旧的乡托建筑 重新改造成不老咖啡教室 除了是长照掌握者们平日学冲咖啡的房所 也免费提供居民品尝在地生产的咖啡 以及农产加工品 不少人是温乡下马 理事长按下咖啡磨豆机的那一刻 社区不老咖啡教室的大门 也随即敞开迎来温乡下马的社区民众 等一杯手冲咖啡的香醇且一直在 因为这是在地嘛 我又住在这边 有时候设计的东西大家要互相照顾 互相去关怀这样子 过发联县政府的积极的争取 然后台湾集中保险公司 然后预注了经费 让我们成立了这个不老咖啡多功能教室 的用意就是让我们所有的长者 还有我们关户乡的乡民 都可以免费无偿的来使用这个咖啡教室 闲之荒废将近20多年的相立幼儿园建筑 在县政府以及台湾集保结算所的协助下 重新整顿修缮并打造成不老咖啡教室 社区发展协会登高一呼 在地小农社区居民摆诺响应 捐助桌椅咖啡杯 并且一起装置美化不老咖啡教室的空间环境 我们这边所有的用具都是由我们大晋村的村民 从家里提供出来 一切都是讲究我们关户乡的本土所生产的 所有的任何的农作品还有甜点 然后我们尤其我们最注重咖啡豆 一定是要由我们关户乡的咖啡农所种的 大晋不老咖啡教室除了是长照站长者 或者社区居民平日学从咖啡和咖啡的场所 也提供全国各地的社区聚落协会 前来体验在地咖啡产业相当受到欢迎 四年前接任理事长的林正丽 除了是感谢各界对大晋不老咖啡教室的协助 并表示由于里头的一景一物 咖啡或者可乐果乖乖等农产加工品 皆为各界捐助 因此也免费开放给社区居民来此放松 共同学抽咖啡 品味来自各界的爱心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 可乐